好 现在我们要用的是 Berangiefocus来叫 Form4第七课 Coordinate Geometry ok 然后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 Device of a Line Segment OK Relating the position of point that Device of a Line Segment with the Related Ratio so 在这一边呢 A point that divide a Line Segment Is known that the device of a Line Segment 就是啊 它把一条线切成两个部分 OK 然后 在这一边呢 它的Position of Devices of the Line Segment Dependent on the Ratio that divide the Line Segment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diagram so 在这一边 我们有 M比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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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啦 然后就是 它是Ratio是M比M这样 然后如果M跟M一样的话呢 这个其实是它的Midpoint 也就是我说 这个是Midpoint 我们在from2的时候有学过 OK 然后它在这一边呢 它的这一个P是跟它切掉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到的东西是这一些Ratio是这样的 你看啊 它在这一边它就告诉我P切那个M M在这一边 我们在这一边我有A跟B 我有A跟B 然后我的P切它的时候是M跟M嘛 所以我的这个AP to PB OK 会是M to M 然后我的AP to B BP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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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所以它是AP除PB 等于M除M 然后我就有NAP等于MPB 就是这样来的 OK 然后我的这个NPA等于MPD 我要变回M 我要变回的时候呢 我就有PA除PD 等于M除M 所以我的PA to PD 会是M to M 然后AB是M AB是M AB是M加M 然后AB是M加M PB是M 所以它Singletial是M比M加M跟M加M 是这样来的 OK 嗯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一边 它就show给我们看 它的这个equation 怎样变出来 OK 基本上这个equation呢 我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变给学生看到底 他是怎样来的啦 OK 嗯 它的这个东西呢 就我们 如果我要变给大家看的话呢 这个equation怎样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一点时间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 它的这一个 嗯 我们知道 这一个的ratio是M比M 这样就是讲 这一个ratio也是M比M 所以就是说我的X X-X1 X-X1 比X2-X等于M比M 这个是M比M 所以这一边是M比M 然后这一个也是M比M 然后这个也是M比M 所以我从这一边我拿到X 除X-X1 除X2-X 等于M比M 然后交叉成N X-X1 等于M X2-X 然后我跟它沉进来 OK 我最后我要拿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要最后拿到的是X等于什么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NX-NX1等于MX2-MX 然后把这个绑过来这个绑过去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NX-MM 就是M 肯定是M 然后MX2加NX1 所以在这一边呢 时候呢 他的这一个我把X抽出来 他就M加M 然后他变成MX2加NX1 除 然后所以我的X等于MX2加NX1 除M加M 这个就是它的EQUACION 然后它的EQUACION呢 其实是夹 啊我我我们如果你不懂他这个怎样来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的 你就在这边他有mm的时候 你交叉 所以m乘x2 m乘x2加m乘x n乘x2除m加m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一个就是直接这样了 m乘x2加m乘x 除m加m 同样的我的y的那个部分也是m乘y2 okm乘y2 再加m乘y1 然后除m加m 除他的ratio m加m 好 so他的equation y的部分我就不写了 y的部分跟x的部分的那个写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这个就是说我的xy是m乘x1加m乘x2除m加m m乘y1加m乘y2 m加m 然后我们都是画一个打叉的一个方式这样来做 ok 好在我们看例子前我们就看如果我的m bm是1比1的时候 他1乘x1加1乘x2除1加1 然后变成x1加x2除2 我们在form2的时候就有学那个x1加x2除2 y1加y2除2就是这样来的 so在这一边example1 还有我们找midpoint midpoint就是直接加起来除2而已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这一题的midpoint非常简单 我的midpoint呢是5加1除2 减7加9除2 所以我的m是6除2是3 然后9-722除2是1 m就是31 所以他midpoint是31 所以这个的midpoint是31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example2这一边 ok 他说在这一边我有p-2 9q 然后他说他的midpoint是24 midpoint是24 他midpoint是24的时候 这样他要找p跟q 这个其实也是form2的题目来的 我们知道加起来除2变中间嘛 所以我的p加9除2等于2 然后我还有q加-2除2等于4 所以我的p加9等于4 p等于4-9等于-5 然后q-2等于8 然后q等于8加2 q等于10 所以这个是p-5 然后这个是10 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呢 其实很简单的 你看我在这一边这个是-5 然后-2 然后这个是2 然后4 然后9 然后10 你看我从这一边 这一边来这一边的时候 我向前走7个 这边来这边我是向前走7个 他图画到不准了 然后这一个 然后这个呢 我-2去4 我向上走6个 4去10 也是走6个 所以我横上横上的时候 我从m去midpoint的时候 向前走7 向前走7 向上走6 所以他是正确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我拿到p等于-5 然后q等于10 好 所以我们t等于-5 接着我们再来看example3 ok 然后example3这一边呢 他要我们找出coordinate of p ok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一边 他说p divided cd in the ratio 4比3 这个是4 这个是3 然后我的那一个我要给他是xy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交叉 ok 所以我的x会是什么东西呢 我的x呢 会是等于3 乘减3 加4乘11 除3加4 然后我的y呢 是3乘8 ok 加4乘1 除3加4 这样 so 他的xy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找 ok 然后接下来就只是算他而已咯 ok 所以在这一边 减9加44 在这一边减9加44 然后是35 和7 然后5 然后在这一边呢 3824 28 和7 这是4 所以我的p我给他是xy 所以我的这一个p就是54 所以我的p是54的时候呢 来我们要知道我们答案对不对的时候 其实很好玩的 你看 你看向前走5 向上走10 向前走11 然后向上走1 向后走-3 向上走8 所以我在这一边减3去5的时候 我向前走8 哦 这一边我有做错了 ok 54 等下 好 然后这一边呢 我是向前走6 ok 这个不是midpoint 这个是ratio是4比3 所以我的8比6也等于4比3 所以这个是4比3 然后我的这个一去4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向 来我们这个c来p的时候 它是向下走4 向下走3 向下走3 那4比3 所以这个也是4比3 所以这个也是4比3 8比6等于4比3 所以这个是4比3 所以这个是4比3 所以这样就正确了 ok 好 所以我们要找这一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交叉 4乘11 3乘-8 除4加3 然后 4乘1 3乘8 除4加3 好 好接着我们看example4呢 它在这一边它有一条直线经过pq 然后p呢分pq where 这一个东西find the coordinate of t point t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做这种line segment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ratio 然后通常呢 就老师会出题出的比较复杂的时候呢 他会讲出他给你equation 然后你要从这个equation变成ratio 所以我在这一边呢 那我就有2pt等于1tq 所以我的pt除tq呢 会是等于1除2 我把我这个tq除下去2除下来 所以我的pt比tq呢 会是等于1比2 okpt比pq是1比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pq 我随 其实我随便画就可以了 ok 我不知道他是向上还是向下 我就随便画向上 向下都可以 画错不用紧了 因为我们只是要agagag 大概懂 这样 所以他的pt 这个是p 这个是q pt比tq是1比2 所以这一边是1 这边是2 然后这个是我的t 然后给他是x1 ok 就是说pt比tq是1比2 p去t1分 t去q2分 所以他是1比2 所以在这一边交叉成 所以我这个x呢 会是等于2乘7 加1乘10 除2加1 我的y呢 2乘5 加1乘2 除2加1 所以14 24除3 然后8 然后12除3 4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拿到的是84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知道 哎他向前走1 向前走2 1比2 对 我向上 54其实是向下 然后他们之间其实是一格 然后4跟2 两格 这样 ok 所以我画图画错了 他真正的图应该是这样的 他真正的图应该是向下的 ok 就是说 我的p在这一边是75 然后我的q是在这一边 然后他是12 然后我的t是在这一边 啊84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是向前走1 然后这个向前走2 然后向下走1 然后向下走2 嗯对 所以他是1比2 1比2 1比2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到我的t 是84 ok 我让我的t是xy 然后t是84 所以在这一边他的答案t就是84 不过重点是我们要先把这一个变成ratio的样子 我们才能够继续做下去 好接着我们在这一边我们看spm tips 他说p is a point divided the line segment a b 这样 ok 你的这一个东西呢 他就是你要自己去变他了 就是说你在这一边你的ap除pb 等于m per m 我把这个 我把我的这个pb除下去m除下来 所以我的这一个他就会变成ap 比pb等于m bm 然后把ap除下来这个m除下去ab 比ap等于m除m so我就有ab b 哎这个他写成b哦 ab ab b so他在这一边我们就有ab比ap 是m除m比m的时候 ab整个是m ap是m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m分这个是m分 所以这个是m-m 整个是m吗 减掉m吗 所以m-m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example5 ok 好 在这一边呢 呃 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了 他是给我们两个旁边的点 还有他的ratio叫我们找中间 然后他的题目改变一下的时候 他可以怎样呢 他给我们 中间跟旁边的一个点 然后再给我ratio ac 比bc 是4比3 所以ac是四分 bc是三分 所以这边是一分哦 因为一加三四分吗 ac是四分 bc是三分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呃 东西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找coordinate of c so coordinate of c呢 我们是怎样的一种方式呢 我们在这一边 我的c 我给他是x都号y 然后我交叉成 所以我在这边1乘x 加1乘x3乘1 除1加3 会是等于他的x的部分3 1乘y 加3乘减8 over1加3等于-5 他这个时间 ok 所以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交叉 我们还是用交叉的这种方式来找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x加3 1加3 4 4 32 y 减24 45 20 减20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12-3 等于9 然后y呢 减20加24 然后拿到24 所以我的c呢 是94 所以在这一边我拿到c是94的时候 我们检查答案啊 所以他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向前走1 向下走-8 向前走3 然后向下走-5 向前走9 向上走4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向前走2格 然后再走6格 所以我2比6是1比3 对1比3 然后我向上走 这一个向上走3格 然后向上走9格 所以我的3比9也是1比3 ok 所以对了 ok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xpn highlight ok 他有两个角色骑4 a跟b 然后 他们move toward each other in a straight line 就a 骑向b b骑向a 然后他说b的是a的4倍 这样就是讲 a走1的时候b走4 a走1b走4 这样他们之间的那个ratio呢 就是1跟4 ok so他要问他们location of他们meat 是在哪里 他们location ofmeat 我给他叫做p吧 我给他是xy 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交叉成 ok 啊 so我曾经看过 不懂spm还是spp的例年考题 他是苍蝇 啊一只是另外一只的2倍的速度 一个1一个2 然后他是1比2 ok so他讲b的是a的4倍的时候 这样b走4 a走1 所以他们的那个比例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这个 我们要写他的这个ratio的时候 我们就有什么 我的x等于1乘9加4乘6除1加4 我的y等于1乘3加4乘7除1加4 ok 好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找到他的xy 也就是他们相遇的地方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他就会变成了9-24 9-24 他变成-15 -15除5 -3 然后-3 3加4728 这个是25 25除5 25 所以他是-35 是他们相遇的地方 so-35 来-35 我们还是一样的来检查答案 所以在这一边我检查答案的时候 这一个-6 然后-3 9 这个是向前走3格 这个是向前走12格 所以3-12是1-4 对 然后 这个是7 这个是5 这个是-3 所以这一边是2格 然后这一边是8格 所以我的2比8也是1比10 ok 一个是另外一个的4倍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检查答案 所以-35 就是他的答案 所以他的这个答案是-35 好 来接着在这一边 例如说 例如说 Given that all the lamp posts are installed along a straight route 然后他是3个那一个 position 然后 the lamp posts q from p q from p is twice the distance from the r q from p 是q from r的两倍 所以这个是2 这个是1 他是他的两倍 他说qp is twice of 在这一边我就知道 qp is twice of qr qp 是qr的两倍 qr是1的时候qp是2 ok 啊 当然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 你可以做那个什么 这个是1qp吗 所以我在这边qp qp 所以你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是 Hair antoEP 所以我在这一个时候 我的这一个 我们拿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有1乘 k k1乘k加2乘3 除1加2会是等于r 1乘减3 加2乘减3r 除1加2 会是等于h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能够拿到这两个equation ok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的这一个就会变成k加6 除3等于r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 我的k 就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equation 然后这一边呢 我就有减3 减6r 除3等于h 我看到这两个都是3的倍数 我这个除3除3 他都能够越减掉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可以拿到 或者是我不要这样 因为有一些学生可能看不到 所以他就直接把3乘上去 所以我就有减3减6r等于3h 全部都是3的倍数 然后全部一起除3 减1减2r等于h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我equation2 我sub我equation1 into我equation2 so在这一边 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equation2的时候 我的减1减2 然后k加6除3 等于h 我全部一起乘3 让他没有分母 ok 然后我再把这个减2乘进去 所以我就有减3减2k减12等于3h 然后我要的是k嘛 我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减3减12减15 然后加3h搬过来 减3h等于2k 所以我的k等于减15减3h除2 减15减3h除2 所以它是3h 所以它是3h-15除2 所以它是3h-15除2 3h啊 呃 ok 等一下 so我的答案跟那个参考书提供的答案不一样 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h等于减3减6rper3 这个你看它的h等于减3减6rper3嘛 然后它这一边它突然它的减不见掉耶 ok 嗯 好 所以它的在这一边它弄错了 它这一个应该是h等于减3减6rper3 ok 好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这样 ok -15-3h除2 -15-3h除2 so 我 so我的答案应该是对的 ok 嗯 好 来 接着下面这一边呢 它还有这个try this host question ok so 这个题目呢 跟刚刚这一题是类似啊 他说的position of house of 这个ejudin joen 跟 呃 no haslina呢 是 这三个点 然后 它是colineal colineal呢 它马来文叫做sagaris sagaris呢 就是colineal colineal呢 就是sagaris 它是同一条直线 它是同一条直线 so colineal呢 是 那一个 同一 直线 同一条直线 ok 然后 他说 joen house is the middle between the 这个跟这个的house 这样就是讲 他是他的midpoint 啊 so joen 是midpoint so 然后这一个1的是52p 然后j的是3h4h 这个是midpoint来的 然后 这个 呃 n呢 是q-1 所以加起来除2等于这个 所以5加q除2等于3h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另外一个是2p 加减1除2等于4h ok 嗯 我把这个删除下来 然后 嗯 他就会变成了5加q除6 等于h 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的2p-1除2等于4挂弧5加q 6 然后我在这一边呢 这一个224 326 然后 呃 我交叉乘吧 我把我的3乘上去2乘过来 所以他会变成3挂弧2p-1 等于2 2乘2 4挂弧5加q ok 所以我就有6p-3等于20加4q 然后他要的是什么p-q p is a function of q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让我的p剩下这一边 所以我的6p等于23加4q 所以我的p等于4q加23加6 好 就拿到答案了 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trythis7.1的我另外的影片再来讲解 好 谢谢观看